很多人都说运动能抗癌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是不是要天天跑马拉松 坚持个十年八年才能见效 如果我告诉你 你的身体里藏着一支抗癌特种部队 而你只需要十分钟就能把它激活呢 这不是鸡汤 而是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乳腺癌研究上的一项最新发现 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 剧烈运动能够直接抑制癌细胞的关键证据 他们发现 当我们进行高强度运动时 我们的肌肉会释放出一种神奇的蛋白质信使 叫做肌细胞因子 Milkins 你可以把这些肌细胞因子 想象成是肌肉派出的超级信使 他们通过血液循环 到达全身各处 就像是吹响了集结号 去唤醒我们体内一支最精锐的免疫部队 自然杀手细胞 NK细胞 这些自然杀手细胞 就是我们身体里对抗癌症和病毒的特种兵 他们被激活后 战斗力会瞬间飙升 能更精准地识别并摧毁癌细胞 而这项研究最惊人的地方在于 效果来得非常快 在实验中 仅仅是十分钟的高强度动感单车运动 就足以让参与者血液中的抗癌信使水平达到峰值 当科学家把这些运动后的血液 递加到实验室里的乳腺癌细胞上时 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能力 竟然被显著意志了 所以 这项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无比强大的启示 每一次让你气喘吁吁 汗流加倍的剧烈运动 都不是白费的 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 你的身体正在变成一座高效的制药厂 生产出最天然 最强大的抗癌物质 为你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不仅是预防 更可能成为未来辅助癌症治疗的重要一环 我是逆龄研究所 你的每一次努力 身体都知道 下期见